大家好,我是千鳥 欢迎收看小千车评测单元 在这个系列中,我希望详细的介绍并测试GTA中的各种车辆 在我身后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丁卡小丑 会选这台车作为第一级的车辆 是因为它帮我在改装解锁前的前五十场胜场中 最起码拿下了三分之二 丁卡出产的小丑分类为跑车 它的公路版是在传奇车业 赛道版是在超级汽车 售价分别是24万与35万美金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35万的赛道版本 赛道版的加速比公路版快了一点 除此之外,性能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我认为丁卡小丑真实车辆为HONDA 今年台湾刚上市 才试驾就撞车的NSX 侧面的部分灯具是一样的 进气吧不太一样 尾部差异较大 小丑的尾灯黑色装饰与前方一样 呈微笑形状 而不是NSX稍微往上弯的设计 进气吧还比较小 排气管从中间改到两侧 接下来看一下外观 前保鲜杆的部分可以加装客制化定封翼或前翼 而且都可以选用碳纤维材质 后保鲜杆的部分则可加装扩散器 一样可以选用碳纤维材质 所有排气管阶是双边单出的设计 我所选用的赛车型有特殊的光泽 可能是钛合金的 头灯可以换装HID头灯 底盘四周也可以加上底光 车内可以升级加装防滚龙 或甚至是进行整体赛车化的改装 赛车改装的话 保险感和车体之间会有一些金属的连接 然后后轮前上方会有一个赛车加油的加油孔 车顶的部分可以加装百叶架 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就没有加了 再来到侧面 有一般的侧裙 以及夸张的跑车侧裙 跑车侧裙可以选用碳纤维 扰流板有四种款式 下压力大小是越下面的越强 轮框的部分我选用 荧光蓝的高档车 猎豹R探先行 轮胎则是automic的客制化轮胎 外观看完就是内装了 那我们先发动一下 声音好像有点短 发动之后还可以听到引擎的声音 似乎没有因为油电混合而转为纯电模式 那我们把门全开 它的引擎是放在后面的 没有行李箱的空间 如果根据RSX的话 它的前面可能是装电动马达 内装感觉这是用皮革包覆的 加上白色的车红线 驾驶座前方是个什么功能都没有的方向盘 仪表的部分 两个大的圆 左边显示速度 右边显示转速 小的有显示温度油量等资讯 右侧加上了碳纤维试板 让车室显得更加有运动感 试板上面有几个重复功能的仪表 还有一台多媒体主机萤幕 下方仪表显示电量 机油温度及涡轮压力 然后又是一台音响主机 这配置完全意义不明 我们太懂原厂是怎么想的 认为我们会需要两台音响 车带的空间感觉头部离 车顶很近 还撞到我改装的防滚笼 前面我的脚膝盖也是顶到了 那个仪表的下方 是非常狭窄的 然后它的后座 是完全没有后座 所以考虑要坐多个人的话 这台车就不太适合你 那我们就上了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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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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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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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